这期继续讲玉石第九十三篇 两个人刚走出两步 老板在后面急着喊道 小伙子 我卖了 你过来吧 楚天祥心中一笑 随即走回来蹲下说道 我就是买着玩 老板 你这个香薰怎么卖 要是便宜我都要了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下 他怕看多了 惊了对方 老板说道 这是我在圣经鲁园市场收的 你要是喜欢给五百块钱吧 圣经鲁园古玩市场 在北方非常出名 规模大 贪位多 连京城 金门等地的商人都去逃货 楚天祥心中暗喜 他说道 那就都给我包上吧 给完钱 楚天祥拿着两个瓷器站起来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真假都是他了 随远将军府衙 坐落在忽视的新城区 是清代随远驻房军 军事首领的府衙 有清一代 仅有两个外放的五官是正义品 一个是伊犁将军 另一个就是随远将军 这个职位那是相当地高 各省的总督还只是从义品 除非能挂上兵部尚书贤 对清朝而言 一般人熟知的就是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等等 例如李鸿章就是内阁大学士兼直立总督 随远将军属于位高明不显的一个职位 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止准格尔的入侵 直到民国才取消 楚天祥和谭辉 在这座灰红的建筑里边走边看 今天人很多 估计很多都是来参加要交会的人 两个人也没请导游 只是自己走马观花地看着 这地方属于边赛 楚天祥也不太懂这里的历史 不过各种简介倒是不少 楚天祥看得津津有味 天祥 慈禧还在忽视待过 我这可是头一次听到 楚天祥也是第一次听说 他凑上前看介绍 还别说 慈禧还是官患之后 父亲竟然是正四品的官员 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市长了 正在这时 门外进来七八个人 中间是两个中年人 围在两个人周围 不是保镖 就是随从人员 看见这两个人 在屋里参观 有些人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楚天祥和谭辉根本没留意 两个人正低头 看着玻璃窗里面的文物 小声议论着 两个中年人谈笑风生 这两个人犹如明星一样 走到哪儿 都有保镖把游人推开 谭辉刚要跟楚天祥说话 他的轮椅猛地被人推开 让他让开了靠近玻璃柜的地方 他一回头 看见一个标型大汉 正推着他的轮椅 他问道 推我轮椅干什么 大汉面无表情地说 现在有贵客 你先靠边一会儿再看 楚天祥一回头才发现 谭辉现在变成了背对橱窗 他恼怒道 谁让你推车的 懂不懂规矩 说着 他过去扶住谭辉的轮椅 刚想往回推 一群人都走了过来 把楚天祥和谭辉 隔在了外边 楚天祥透过人群 看见两个中年人 走马观花地看着展品 不时还大笑几句 谭辉低声说道 算了 天祥 这应该又是哪个 有钱人来了 我们走吧 楚天祥也没有犹豫 转身推着谭辉往外走 到了门口 保镖小吴上来 把车子抱出了门外 两个人往外走 楚天祥说道 到哪儿都不让人开心 这帮爆发户 就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有钱 谭辉说 估计也是参加要交会的 别惹嫌弃 我们回去吧 两个人刚出大院 就看见外边 停着五六辆奔驰轿车 每个司机都是黑西装白手套 规规矩矩地站在车外 楚天祥笑了笑 谭输还真拉风 估计是那两个人的 这派头比市长还牛X 这地方民风彪悍 张扬一点也算正常 有钱不花 不是这种人的性格 两个人倒不以为意 哪地方都有这种人 有点钱就嘚瑟 回到宾馆 两个人去餐厅吃了点饭 这才各回房间休息 戴东和陈正生还没回来 楚天祥回到房间开始打电话 他先打给唐和了解一下 最近翡翠连锁店的经营情况 唐和告诉他 现在所有的店都能正常经营了 但销量还没有恢复到 出事前的水平 楚天祥放下电话 长叹了一声 看似事情已经解决 但这一番风波过后 消除消费者心理暗影 就需要时间了 楚起天那边都是好消息 虽然离展览结束还有几天 但人气不减 连带着店里的销售 都比平时好了 过几天他就要 带着大型百件去金陵 甘菌配合他 楚天祥问他 到底有没有人找其 十二个雕刻大师的签名 楚起天说 现在还没结果 虽然现在不用排队发号了 但每天的来找签名的人 还是络绎不绝 江帆要进京找他 楚天祥问他 有什么事 江帆还不说 只是要确定 楚天祥哪天回京城 放下电话 楚天祥刚想躺下休息一会儿 陆良来电话了 他告诉楚天祥 晚上去格尔敦火锅吃饭 让楚天祥带着唐辉过去 他和戴东几个人 直接从公司走 晚上 楚天祥和唐辉 先一步到了饭店 这是一座三层楼 霓虹灯灯红酒绿 门口都是人 停车场上各种豪车 比比皆是 楚天祥惊讶到 这地方的人真有钱啊 一个饭店门口 就停了三辆劳斯莱斯 比京城还牛 唐辉笑笑说道 你怎么对忽视这么大意见 有钱人多才说明 经济搞得好 嘿嘿 谭叔 卖要得很赚钱啊 楚天祥推着唐辉往里走 实在是火爆得一塌糊涂 人实在太多了 一进大门 一个服务员上前问道 请问先生 你们有预约吗 楚天祥答道 301 谁订的我不知道 服务员一指电梯说道 先生 坐电梯 三楼有人接待 谭辉和楚天祥一进房间 都有点吓住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整个房间里一个硕大的桌子 看那个头 足足能坐30个人 装修倒不是很豪华 但这个规模 就是到了京城那些大饭店 也很少有这么大的桌子 谭辉回头对楚天祥说道 到了忽视 才知道什么叫豪爽 楚天祥也摇摇头说 陆大哥不会把公司的人都叫来了吧 就我们几个人 对面说话都得用喇叭 两个人也没去餐桌 楚天祥直接坐在沙发上 跟服务员点了一壶茶 两个人闲聊 正在这时 一个年轻人愣头愣脑地闯了进来 一间屋子里就两个人 他回头喊道 房间没人 谭辉和楚天祥都是一愣 这个人的嘴怎么这么丑 会说人话吗 正在这时 门外又走进来三个人 三个人一看屋里就两个人 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长得不高 眼睛非常小 让人看着就不舒服 他张嘴就说 喂 这个房间你们定的 楚天祥一听这个人说话 真有点生气了 怎么一点礼貌也不懂 他没说话 谭辉却开口了 房间是我们定的 有问题吗 我们人多 现在你们去三百零三 我们换一下 楚天祥猛地插眼道 不换 三角眼嘿嘿一笑 说道 我们是忽视与迟药业的 今天我们吴总要请客 你们最好换一下 我们不认识什么吴总 你们出去 楚天祥来了干活 三角眼瞪大眼睛 看着楚天祥 雨池药业在忽视家喻户晓 老板吴秉信 无人不识无人不晓 是忽视大哥级的人物 这位竟敢说不认识 他刚一犹豫 先进来的那个人张嘴就骂 让你滚就赶紧滚 找打呀 这小子也是个愣头青 仗着身高马大 一伸手弯腰就要抓楚天祥的衣领 楚天祥坐在沙发上 他猛的小腿一蹬 正好踢在对方的膝盖上 咚的一声 对方直接跪在了楚天祥面前 他皮操肉后 转身就要站起来 就在这时 门外呼啦啦 进来一群人 为首的那个人 正是楚天祥和唐辉 在将军府衙见过的 中年人 一进门 就看着屋里的两个陌生人 他问道 怎么还没处理好 人都快到了 三脚眼尴尬地说道 吴总 他们不同意幻 刚才还踢了小六一脚 吴秉信看了看楚天祥和唐辉 一个年轻人 加上一个残疾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朋友 我今天有个贵客 请你们让出这个包厢怎么样 楚天祥摇摇头说 不行 你们赶紧出去 我们的客人就要到了 吴秉信眉头一皱 他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 没给他面子 冷眼道 你是外地来参加 要交会的吧 这里好来可不好走啊 楚天祥微微一笑 威胁我 你是做生意的 还是X社会 懂不懂先来后到 吴秉信一皱眉 低声对身后的人说道 把他们嫁出去 扔草原上 话音未落 几个保镖上来 就要对付楚天祥 他身边的唐辉 被一个保镖推着 就往大门外走 楚天祥猛地站起来 刚要动手 就听门外有人大声说道 老吴 你们怎么不进去 站在门口干什么 吴秉信转过头一看 连忙说道 李总 有点小误会 我陪您到隔壁坐一会儿 吴秉信看了三角眼一下 转身领着几个助理出去了 三角眼一看 没外人了 大叫道 把他们俩架出去 话音未落 他就觉得眼前一黑 软软地倒在地上 人事不行了 楚天祥一个手刀 打倒那个三角眼 回身看着几个保镖说道 谁先来 还是一起上 几个保镖面面相去 都有点害怕 手刀一下子打倒一个人 这根本就是电影里的情节 自己就是一个混社会的 哪会这种招数 为首的保镖一咬牙 猛地往前冲 大声喊道 一起上 干死 话还没说完 他就觉得自己 似乎飘了起来 整个身子直接往后飞去 咕咚一声 人实实在在摔在地上 顿时头晕眼花 站不起来了 楚天祥轻蔑地 看了一眼剩下的人 说道 把这两个人抬走 有多远滚多远 别让我再见到你们 几个人想打还不敢打 听了楚天祥的话 连忙抬起两个人 灰溜溜地出去了 楚天祥叹了口气 刚想坐下 服务员小声对他说道 先生 我看你们还是快走吧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吴老大在忽视很厉害 手下兄弟据说有几百人 楚天祥微微一笑 说道 小姑娘 别怕 如果他们再来 你就躲远点 别伤着 小姑娘心有余悸地出去了 一出房门 她赶紧往楼下跑 这件事必须告诉大唐经理 她气喘吁吁地 把事情的经过 跟大唐经理说了一遍 你经理眼珠一转 说道 小妹 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他们要打起来 你再告诉我 现在回到你工作岗位 服务员走了 女经理眯着眼思索着 两虎相争 就看谁的能耐大了 在这里想动手 额不死你 也不看看这家店是谁开的 服务员一出门 唐辉担忧地问道 老代他们怎么还不来 天祥 这件事怎么处理 只要一动手打架 唐辉的智力就明显下降 这点跟陈正生正好相反 没事 谭叔 小事一桩 正说着话 门又开了 先进来的是戴东 陈正生 随后进来了一群人 有男有女 其中还有几个 穿着蒙古的民族服装 众人一阵寒暄 陈正生这才知道 五个矿长 财务总监 人事总监 办公室主任等等高层干部 都来了 对这些人来讲 能在一个桌上 跟老板吃饭 绝对是一种荣耀 大家坐下 一个穿蒙古袍的汉子 站起来说道 我巴特尔不太会说话 按照我们蒙古的习惯 几位领导来了 我先敬各位领导一杯 楚天祥知道他是矿长 看来今天这顿大酒是躲不过去了 就笑着说道 巴特尔矿长 我年轻 我陪你喝 爽快 楚总 我们先干一个 桌上的几个人面面相去 吃的是火锅 现在锅还没开 这就喝上了 楚天祥端起酒杯 说道 巴特尔 先干一个 两个人一饮而尽 楚天祥酒一入喉 就知道今天要喝醉了 这酒劲太大了 陆良说道 巴特尔 等菜上齐了再喝 你酒量大 别欺负我们领导 巴特尔黑黑傻笑 本来带东他们一进来 唐辉就想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带东 可人太多不方便 等安排桌位的时候 他跟带东中间又隔着陆良 唐辉见自己这边人多 心里稍稍有点安慰 他拉了陆良一把 低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单跟陆良说了一遍 陆良越听 眉头皱得越紧 到了最后 他抬头说道 巴特尔 你过来一下 其他人都在闲聊 巴特尔见陆良喊他 连忙站起来 走到陆良身边 刚要开口 大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 声音太大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呼拉一下 从门口一下子进来一二十人 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 手里拿着棒子 屋里屋外都站满了 为首的一个人四十岁左右 一进门 他就喊道 刚才谁打我兄弟了 给我站出来 楚天祥刚想起身 边上的陆良一把把他按住 低声对巴特尔说了两句 巴特尔瞬间表情就变得猙獰起来 他几步走到那个中年人面前喊道 吴老三 你活腻歪了 敢跑到这里撒野 给我滚出去 带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抬头看向唐辉 唐辉却目不转睛看着那群人 陆良低声跟带东说了几句 带东这才明白 刚才楚天祥和唐辉跟这群人发生了点冲突 陆良低声又说道 带总别担心 忽视的人就是野性 打点仗很正常 吴老三气势汹汹领着人来报复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见巴特尔 随后 又有两个穿着蒙古袍子的矿长也站到了巴特尔身边 吴老三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到巴特尔 他说道 巴特尔刚才那个人把我的人打伤了 这件事怎么说 巴特尔回头一看 吴老三指的是楚天祥 他扭眼睛一瞪 说道 那你们赔他十万块钱 这件事就算了 否则 我领着工人把你搁那个小破楼拆了 现在赶紧滚 吴老三有点不甘心 但又惹不起巴特尔 他盯着楚天祥看了一眼 恶狠狠地说这件事不算完 我看你怎么走出乎世去 巴特尔急了 这个王八蛋当着自己的面威胁公司大老板 自己的脸往哪放呀 他一挥手 一个巴掌正扇在吴老三的脸上 啪的一声 吴老三脸上立刻出现了五道红印子 给你脸了是吧 吴老三 叫你哥过来赔罪 否则我们让你们雨池要夜直接关门 你哥滚回草原赶乐乐车去 吴老三被打得有点萌 他捂着脸恶狠狠地看了巴特尔一眼 不甘心地说 走 对面这个人实在惹不起 这不是有钱没钱的的事 这个人只要振蔽一呼 几百蒙古人瞬间就到 到时候别说自己 连警察都很难控制 一群人呼啦啦的都走光了 巴特尔骂骂咧咧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说道 没事了一个赶乐乐车的穷鬼 现在有点钱就赶嘚瑟 乐乐车是蒙古族在草原迁徙时用的一种交通工具 也就是牛拉的木轮车 在草原做生意的人也喜欢用这种车 陈正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问道 老谭 发生了什么事 谭辉就把对方要抢抢这间大包房的事说了一遍 还特意说楚天祥跟人动了手 谭辉刚一说完 巴特尔一伸大拇指 楚总 没想到您还会武功 有机会跟您请教一下 楚天祥 看巴特尔走路的姿势 就知道 他也是练过的 笑着说道 这没问题 一看您就是高手 巴特尔说道 吴秉信小时候家里穷 但这小子脑子活 自己赶个勒勒车在草原上跟牧民换东西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赶上点子了 做了个假酒骗人 挣了不少钱 女财务总监说道 吴秉信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一出门就是四五辆奔驰轿车 司机还都是黑西装戴墨镜 一看就不是好人 戴东问道 这里常打架吗 他没好意思问 这里怎么还有抢抢包厢的 听着都是天方夜谭一样 办公室主任说道 打架很正常 现在好多了 前几年巴特尔他们蒙古人上街溜达 腰里还跨着长刀呢 陆良不想谈这个话题 他说道 锅子开了 现在我们端起酒杯 欢迎总公司的四位领导 干杯 除了谭辉 所有人都把杯子的白酒喝掉 楚天祥不由地暗暗扎舌 桌上还有两个女同志 也这么能喝 内蒙的刷羊肉绝对是美味 对楚天祥这种食肉动物来讲 他还真没吃过 这次可是大快朵頤了 瑞宁也有吃羊肉的习惯 但都是山羊 肉质比较柴 再加上瑞宁人喜辣喜酸 根本吃不出来羊肉的鲜味 屋里的气氛很热烈 戴东端起酒杯说道 这次来忽视 看见各位同事干劲非常高 而且我也吓到矿坑里看到了我们新买的机械 这不但增加了采煤效率 也大大改善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这里我代表我们总公司的四位股东 谢谢诸位的辛苦工作 干杯 众人一口同声 一个蒙古汉子站起来说道 几位老总 我们非常感谢公司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 我是从基层做起来的 我知道挖煤工的辛苦 每年死人都是常态了 但现在 工人们只要按照操作规程工作 一点风险都没有 而且收入比以前还高了不少 哈尔巴拉矿长 坐下说 我们现在是喝酒 不是开会 蒙古汉子坐下又说道 我们蒙古人好客 喝酒不掺甲 你们几位老总随意 我干了 戴东和陈正生能随意 楚天祥可不敢 他岁数小 真要随意了 怕让人瞧不起 他也一口喝完 巴特尔对服务员说道 找个唱歌的 让远到来的客人 听一听我们蒙古的歌曲 服务员答应一声出去了 不一会儿 一个小型乐队走了进来 随即悠扬的歌声在房间里荡漾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风吹绿草遍地花 说句公道话 蒙古族的歌曲非常耐听 倾心听一曲长调木歌 犹如站在苍茫草原 向大自然倾诉体验 犹如天籁与新籁的完美统一 这种情景交融 法乎自然 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 更加突出蒙古族长调民歌美感 所有人都在倾听 甚至都有客人站在门外往里面看 这个乐队的水平很高 吸引了不少其他包厢的客人 一曲歌吧 屋里的人都大声叫好 也许是声音大了点 外边有一个客人迈步走了进来 他笑着说道 老代 这世界太小了 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 他又看着楚天祥 天祥 好久不见 戴东一看来人 不由地站了起来 世界真是太小了 京城大佬李春风 怎么也在这里 戴东热情地打招呼 老李 你怎么也在这儿 啥时候来的 李春风坐下 看看众人 问道 这是公司聚餐啊 陈正生说道 都是同事 在一起喝点酒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考察一下市场 这里奶资源丰富 我看看能不能建个牧场 正跟当地政府商量 戴东乐了 幸亏我把公司给你了 否则还不累死我 别这么说 你现在还是公司股东 等我决定了 还得通知你过来看看 戴东笑着说道 别找我 你找老陈吧 这些事归他管 陈正生故意说道 老李 要不我明天陪你去看看 李春风知道 陈正生跟自己开玩笑 就说道 那当然好 想得美 几个人哈哈大笑 李春风喝了一杯酒 转头告辞 他自己的包厢 还有客人楚天祥 把李春风送到门外 李春风说道 天祥 回到京城给我打电话 我还有事要找你 楚天祥点头答应 楚天祥刚要进房间 就见那个叫吴炳信的人 大步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楚天祥没理他 转身进了房间 吴炳信推门进来 一见屋子里不少人 他眉头一皱 自己的死对头 巴特尔竟然连上位都没坐上 这就说明 酒桌上还有比他地位高的人 在传统华夏文化中 酒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到了现代 要说现在对酒桌座位的要求 只有卢省人要求最严格 什么身份的人 坐在什么位置 详细到一桌上的每个位置都有名称 绝对不能做错了 而且 敬酒还有讲究 谁先敬谁后敬 每次喝多少 都有不成文的规定的 吴炳信 开口就笑 巴特尔 好久没见了 都是哪来的朋友啊 帮着介绍介绍 巴特尔这个名字是蒙古人最常用的名字 意思是英雄 叫的人很多 呵呵 老吴 你现在鸟枪换炮了 我哪敢去见你啊 不太大了 巴特尔也遇到 吴炳信坐在刚才李春风的位置上 说道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你打我弟弟 巴特尔眉毛一扬 你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吴炳信有点尴尬 他看了一眼四周的人 说道 我内地来了个客人 人挺多 就想换这个包厢 不换就不换 他平白无故打我的兄弟 这是太不给我吴炳信面子了 以后我在忽视怎么混 说着 他还一直处天祥 这桌上就处天祥一个年轻人 很好人 巴特尔哈哈大笑 老吴 兽驴拉硬屎 别装横 我告诉你 他只要在忽视掉了一根汗毛 我就带着工人 把你那个破楼拆了 吴炳信 阴狠地说 巴特尔 我给你面子 但这小子当面打脸 我不会放过他的 说着 他站起来就要走 戴东突然问道 你是做什么药酒的吧 恒生药酒就是我的 吴炳信 傲然地说道 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啊 巴特尔 比夷地看了一眼 吴炳信 说道 就是个卖假酒的 吴炳信刚要说话 戴东对楚天祥说 天祥 你给老李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吴炳信不知所以然 他对巴特尔说 我跟你说 巴特尔 别看你现在是个矿长 我 他的话刚说了一半 李春风推门进来了 张嘴问道 天祥 找我什么事 戴东面无表情的 一指吴炳信说道 老李 这位是卖恒生药酒的 刚才跟天祥发生点冲突 现在不依不饶 还打上门来了 谁啊 这要牛 李春风奇怪地问道 买什么的 恒生药酒 雨池公司的 对 他的公司就叫雨池药业巴特尔赶紧添柴 你真是做死 你敢惹他 李春风冷面对吴炳信说道 你走吧 回去通知你们销售 明天一早把京城康迪祥连锁的货都撤掉 吴炳信脑子有点不太好使了 这个人是谁 赶张口就叫自己撤掉康迪祥的货 你知不知道康迪祥是京城最大的本土连锁超市 不是店大 而是店多 遍布整个京城各个社区 自己用了两年时间才打进超市 费老劲了 你是谁啊 让我撤货我就撤货 风大不怕 除了京城来的四个人 连陆良都不知道李春风是干什么的 陈正生坏笑道 这位吴大佬 你不认识康迪祥的老板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李春风 康迪祥是他独家企业 吴炳信当时就愣住了 今天出门没拜菩萨 真是见鬼了 一点小冲突竟然惹出了京城的商业大鳄 他刚要说话 李春风比一道 把你那个假酒撤出京城市场 否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李春风还要接着往下说 大门又开了 走进来了三个人 一进门 为首的中年人就笑着说道 李总 还不把京城来的大老板 给我介绍介绍 我是厚着脸皮上门了 他刚说完话 定睛一看 陆良也在 陆总也在 我正要找你 吴炳信一看来人 不由得浑身一抖 来得可是常务副市长 位高权重的人物 他紧走几步 上前说道 张市长 你好 我是吴炳信啊 哦 哦 你好 张市长敷衍道 他现在的心思 都放在了京城东翔集团 董事长身上 是真没想出来 吴炳信是哪位 陆良一见来人 连忙低声 跟戴东说了两句 戴东站起来 迎着对方走去 这是当地的父母官 自己的企业在这里 还需要对方的照顾 怠慢不得 张市长 您快请坐 劳里也不说一声 我应该过去拜访您 这太失礼了 张市长热情有加 他笑着说道 戴董事长日理万机 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他一回头 对着身后的人说道 拿几瓶好酒来 我跟戴董事长 好好喝一杯 气氛很热烈 但最尴尬的是吴炳信 走也不是 刘也吴炳信 还是走了 静悄悄地走了 不带走一丝云彩 他看出来了 在这里 他不但是个多余的人 而且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商业大佬 才是真正有钱的人 钱多到连市长 都得笑脸相迎 自己的对手 兼老乡巴特尔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自己再待下去 只能自受屈辱 随着张市长的到来 房间的气氛 瞬间就热烈起来 但在这种场合 没人谈论一些实质性的话题 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等等没营养的话 带东也简要介绍了一下 企业的发展情况 要说张市长 对手下的煤炭企业不了解 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真没想到 煤炭公司的后面 是一个巨无霸 他非常庆幸自己的当机立断 这要是拉来一笔投资 绝对不会是小数目 这就是政绩呀 立国立民立自己 张市长说道 带总 明天上午请您到市政府一叙 这次你们集团公司的老总们都来了 也让我尽尽地主之意 带东不好拒绝 那就谢谢张市长的盛情款待了 说实话 我们这次来 就是来看看同事 看看企业 没想惊动市里的领导 这点还请您见谅 张市长哈哈大笑 见面就是缘分 李总也是过来考察市场的 服务好你们这些大老板 可是我的职责 张市长借着李春风的话题 话里话外都在网投资上谈 带东心如明镜 但这次来 他还真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他说道 老李是国内奶制品行业的大老板 名下还有那么多超市 跟忽视合作 做一些农牧产品项目 倒是株连必合 听着两个人拿自己做法 李春风没好气地说道 跟你们东翔集团比 我就是个穷光蛋 老代看看有什么好项目 你也投点 张市长笑意盈盈 他说道 这件事不急 今天就是新老朋友见面 来我们喝酒 到了这个阶层 都是潜尝折止 几个人放下酒杯 张市长对陆良说道 陆总过两天市里 要开一个冬季煤炭工作会议 到时候你必须参加呀 陆良笑着说道 开会没问题 但您千万别在狮子大开口 一下子就要走我一半的产量 张市长叹了口气 你是我们市最大的煤炭企业 有困难当然找你 陆良叫起驱来 张市长 那些国营企业哪个不比我大 这次你朝他们多要点 我官太小 那些企业没人听我的 而且别看他们产量大 上至京城 下到自治区 他们那点产量根本不够分 我前几天听气象局的同志说 今年冬天特别冷 这煤炭的缺口可就太大了 带东还是有点不明白 张市长 按说这里是煤炭产区 不应该缺煤啊 张市长摇摇头说 这一点我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 煤炭属于国家半管控的 无论国营还是民营 规模不够就要关停 污染太厉害了 尤其是近省的小煤窑 现在基本都没有了 这样全国的产量就少了一大块 另一方面 采煤靠天吃饭 如果是暖冬 那还好说 全国的产量还能应付 像今年这种情况 从上到下都缺煤 我们产区那点产量早就被盯上了 一点余地都不给你留 不是说内蒙遍地都是煤炭吗 楚天祥问了一个250的问题 楚总 你不知道 张市长知道这个年轻人 也是东翔集团的股东 他以为楚天祥是个富二代 现在国家不鼓励开发新的煤炭企业 烧煤污染太大 开采一个煤田 几万平方公里寸草不生 这也是为后代子孙考虑 我们自治区马上就要下文了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准成立新的煤炭企业 楚天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张市长又说道 我们这里还有其他能源项目 等明天到了市政府 我好好跟几位大老板汇报一下 戴东笑着说道 这可不敢当 张市长是专家 我们到时候洗耳恭听 好好授受教育 要说现在在酒桌上最郁闷的就是 巴特尔几个蒙古汉子 在陆良手下 有两个矿长是蒙古人 还有一个是安全总监 这三个人都是从基层干起来的 在煤炭开采方面 绝对是专家 尤其是巴特尔 他的出身跟陈正生有点类似 都是社会底层爬上来的 只是他没有陈正生的机遇好 仅仅当了一个矿长 但就是这个身份 他也是心满意足了 大领导在场 想喝酒还不敢喝 只能装作认真听讲的样子 对这些性格豪爽的蒙古汉子来讲 你说得有多郁闷 好不容易等到张市长和李春风走了 几个人这才放开心情 巴特尔端起酒杯 大声说道 几位老总 我是个粗人 承蒙路总看得起我 把我提拔成了矿长 我这里感谢公司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们的重托 我是蒙古汉子 心思浅 有啥说啥 我先干了 说完他拿起一个大碗 倒了满满一杯酒 一口饮下 吓得唐灰一哆嗦 这哪是喝酒啊 比喝水还痛快 几个人放下酒杯 带东笑着说道 巴特尔真是条汉子 不过今天别喝多了 你不是也听见了吗 明天一早 我们还得拜访张市长 别耽误工作 哈尔巴拉说道 那就明天晚上 到了内蒙 无论是领导还是朋友 不喝好 那就是我们蒙古人代客不热情 对对 巴特尔赞同道 我嘴笨 还是没说明白 带东看了一眼陈正生 陈正生苦笑着说道 别看我 我第一次跟巴特尔喝酒 直接睡了12个小时才醒过来 巴特尔笑着说道 陈总够朋友 喝酒不藏假 是个爷们 陆良解释道 当初我跟陈总过来接手煤炭公司 当时巴特尔还是副矿长 在酒桌上他 直接就跟陈总对上了 陈总也是不服输 结果一败涂地 溜溜睡了大半天 陈正生强词夺理道 巴特尔也喝醉了好不好 陈总不服 巴特尔 接着跟陈总喝 陆良玩笑道 不喝 坚决不喝 陈正生是真怕了巴特尔 众人皆笑 不是 酒咽散了 一群人往外走 刚来到停车场 巴特尔就看见吴秉信几个人 站在停车场一个黑暗处 他想了想 跟陈良打了声招呼 朝着吴秉信走了过去 吴秉信交集等着巴特尔他们出来 通过市政府的关系 吴秉信了解到了张市长今天宴请京城一个投资商 不用再问 投资商人就是那个叫李春风的 京城康迪祥连锁超市的大老板 真要把自己的药酒 撵出连锁超市 那损失可就大了 一年几个亿的销售额 占了全国销售的四分之一 想想都肉痛 这可是京城主流商业渠道 你以前没进去 还有话说 但进去了又被撵出来 那口碑可就坏透了 虽然自己的药酒 时常有曝光出现负面的消息 但胜在自己的公关团队给力 总能在第一时间摆平 自己在乎是也算是知名人物 甚至在全国 做药品保健品的人 几乎都听说过自己的大名 自己也是大意了 以为对方是来参加要交会的 谁知一脚就踢铁板上了 在国内某个特殊时期 药品保健品风行一时 虽然管理部门查处力度越来越大 但也火烧不尽 每年出来做这行的人 新出来的品种数不胜数 这类产品在行内 有一个名词叫广告产品 无论是药品还是保健品 甚至三无产品 都是一个套路 大面积打广告 报纸 电视 广播 这三大利器 直接冲击普通百姓的视觉和听觉 除了死人就不活之外 这些产品包治百病 比医院还牛 像什么癌症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 没有治不好的 电视上不是医疗专家在口若悬河地吹嘘自己的产品疗效如何好 就是一个个患者现身说法 要多痛苦 有多痛苦 要多少眼泪 有多少眼泪 绝对要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人看了潸然泪下 然后乖乖地拿出钱包 先买上一箱 回家当饭吃 开创这种营销模式的 就是所谓的猛派人物 吴炳信手当其中 靠着这种吹牛不上睡 有骆驼不吹牛的手段 很多人昨天还是穷光蛋 明天就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甚至资产上亿 一个三无产品 托起几个千万富翁比比皆是 突然暴富的刺激 让这行的人都有些狂躁 忽视要交汇 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到场 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个要交汇 是老板们选产品的最佳平台 行话叫抓产品 巴特尔走到吴炳信面前 面色冷峻地说道 看在我们从小长大的面子 我劝你一句 你看看 他一指吴炳信身后的几个人 你不是X社会 就不要装X社会 还把人扔草原上去 我敢干 没钱的时候你都不敢 何况现在 挣了俩臭钱 就忘了自己姓什么 我告诉你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巴特尔加枪带棒地 损了吴炳信两句 他叹了口气又说道 咱们起礼就混出来 咱们两个人 别给家乡人丢脸 吴炳信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件事能帮着解决不 巴特尔摇摇头说 你也看到了 他们位置太高 有些话我不敢说 只能找机会了 大哥 这件事我只能求你了 真要把我撵出来 不但经济上损失一大块 我这脸皮都没了 巴特尔说道 我只能找机会 而且我们的会议结束了 我这两天就要回矿上 机会不多 吴炳信极了 大哥 无论如何 您得帮我这个忙 我知道自己的毛病 以前穷 现在有点钱就嘚瑟 这个我改 巴特尔叹了口气说道 也别都指着我 你去买点贵重的礼物 有机会我给你送出去 说句瞧不起你的话 这件事对你是大事 对他们而言 就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 我尽力给你找机会 巴特尔转身要走 蒙地停下脚步说道 你派人去蒙东看看 有好的巴林石找点回来 我听说 楚总很喜欢玉石 望着巴特尔的背景 吴炳信回头叫过一个手下 你现在就走 去赤丰 找老五问问 买最好的巴林石 争取明天晚上之前赶回来 手下的人答应一声走了 吴炳信心里一阵茫然 带东四个人回到宾馆 坐在沙发上闲聊 几个人当中 就楚天翔喝得多点 他自己沏了一杯浓浓的茶 刚喝了一口 差点没吐出来 这是什么呀 太苦了 陈正生笑道 这是当地人专门喝的红茶 主要就是去油腻 茶几特别大 你泡得太多了 楚天翔嘟囔一声 去卫生间 把茶水重新换了一杯 带东说道 我去开了一个矿坑 机械化程度非常高 安全没问题 这都是老陈和陆梁的功劳 年底我们争取 多给员工们发点奖金 唐辉说道 这是你跟老陈定 我和天翔不参与了 带东看了一眼唐辉 又说道 本来这次我就是想实地看看公司的经营状况 现在张市长出现了 我们得研究个章程 估计他是要拉投资 陈正生说道 这件事我以前听陆梁说过 张市长找过他 问他对风力发电有没有兴趣 当时煤矿升级改造 正是关键时候 被我否决了 我也没跟你们说 谭辉问道 你现在什么意见 风力发电 是不是那种大风车一样的东西 陈正生说道 我班上有个同学 他家就是这里的 按他的说法 这里非常适合风力发电 但投资巨大 而且成本特别高 还需要国家补贴 否则就是亏钱 戴东问道 你们什么意见 明天我好心里有数 要是没想法 我就一口回绝 省得对方总惦记 对我们煤炭公司也不好 陈正生说道 这件事还是把陆梁叫过来问问 他比较了解情况 投资不是不可以 但可行性报告 人员配备 将来怎么管理 我们要什么没什么 怎么干 戴东说道 天翔 给陆梁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楚天翔开始打电话 戴东问唐辉 今天你们去哪儿玩了 唐辉眼睛一亮 说道 呵呵 去了一趟旧货市场 我们俩捡了个大漏 陈正生追问道 什么东西 东西在哪 陈正生拿着香薰左看看右看看 不解地问道 这个是真品 太旧了 上面的土还没洗干净 戴东抢过来 也仔细看了看 啥也看不明白 他问道 这么粗糙的东西 不是瓷器吧 楚天翔笑着说道 严格意义上讲 这是右陶器 就是挂了右面的陶器 属于唐三彩系列 这是契丹族专用的陶器 跟唐三彩不同 契丹烧制的 一般都是实用器 不像唐三彩 都是名器 给死人陪葬用的 陈正生嘟囔道 这玩意粗不拉几的 怎么用啊 陈叔说对了 辽三彩的胎质粗而硬 橙灰黄白色或淡红色 质量上跟唐三彩没法比 所以 这东西市场价值不高 但学术价值很高 对研究契丹民族的文化变迁 都是有利的佐证 唐辉问 现在还有契丹族吗 楚天祥摇摇头说 没有了 当初女真族灭大辽的时候 这个民族就没剩多少人 后来又跟着蒙古族南征北战 整个民族都被同化了 戴东感叹道 华夏文明最厉害的一点就这个 别管少数民族多厉害 多能打 几百年过去 直接把对方的民族 都给同化的骨头扎子都不剩 陈正生问道 这玩意是真的 楚天祥说 现在我还不敢确定 聊三才我看得太少 回去得拿给齐老看 戴东把香薰包上 说道 不管真假 我拿回去放在办公室焚香名思 这也显得我有品味了 你这是明抢啊 陈正生说道 戴东呵呵一笑 抢天祥的东西 我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陈正生还想挤兑戴东两句 陆梁过来了 他一进门就笑着说道 几位领导还不睡 天祥 你没喝多吧 谭辉说道 我们商量点事 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就是风力发电 你给我们普及一下基础知识 这件事张市长跟我说过几回 我没敢揭察 陈梁说道 风力发电确实属于清洁能源 也是国际国内大力发展的能源方向 实际这个技术很成熟 操作也很简单 就是一次性投资很大 不行成规模 也没什么意思 戴东说道 你说的仔细点 陆梁想了一下说道 风力发电很简单 就是把风能通过发电机转换成电能 然后再并往 风力发电所需要的装置 称作风力发电机组 这种风力发电机组 大体上可分风轮 发电机和铁塔三部分 风轮是吸收风能的 一般都是几十米长 铁塔是支撑风轮的 剩下的就是把风能转换成机械能 再转换成电能 这里面还有一些辅助设备 现在国际上对风力发电 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没什么科技含量 陈正生问道 没风怎么办 陆梁笑着说 风速达到每秒三米风轮就能发电 但从经济角度而言 风速超过每秒四米 才能产生经济效益 楚天祥问道 这里风很大吗 一年四季都是大风 不像瑞宁 二级风的时候都少 谭辉问 就没什么缺点 陆梁答道 缺点有 一个就是风速不稳 发电量也不稳 这就要靠天吃饭了 另一个就是 尽量不要在风沙大的地方见风机 沙尘对风轮的破坏非常厉害 戴东思索了一下说道 这件事还得回京城找专家仔细商量一下 是是好事 但里面的技术环节 经济效益 以及政府补贴 都得问个清楚 陆梁说 项目可行性报告室里都有 风力发电就是前期投入大 后期维护 无论是人员还是设备花费都很小 内蒙这地方 很适合这个项目 国家有这方面的勘探资料 我估计张市长 他们手里都有 陈正生看了一眼 谭辉说道 这倒是一条新路 在开矿山没啥意思 有这么个新能源项目 我们也能争取点项目补贴 花不了多少钱 谭辉说道 我现在办退休 有什么事跟老代商量 我全都同意 戴东说 明天我见机行事吧 项目不错 但我们一枚人才二枚技术 等于白纸一张 这种投资还是要小心 几个人都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这个话题就放在了一边 陆良见没自己什么事了 就说道 没事我就走了 天祥跟我出去转转 我找你商量点事 谭辉狐疑地问道 这么晚了你找天祥干什么 别领他去那些不甘不敬的地方 陆良笑了 谭总 你放心 就是我们哥俩好久不见了 想聊聊 楚天祥喝了几杯浓茶 这会儿已经酒醒了 他站起来说道 真得出去吃点东西 胃里不舒服 空落落的 两个人出门 直接来到宾馆的咖啡馆 楚天祥要了一碗馄饨 陆良说道 天祥 我找你是有点事 刚才吃完饭 巴特尔找我了 他跟那个吴炳信 都是一个棋的 别看他说话很凶 但他找我想给吴炳信 求个情 京城那件事 对吴炳信打击太大了 楚天祥没说话 他在思考这件事怎么办 按说自己这边没什么损失 就是话赶话说僵了 李春风这么做 纯粹是给自己这些人面子 但他的经济损失也不小 天祥 我把巴特尔叫来 陆良小心地问道 巴特尔求到自己 自己也不好推辞 毕竟巴特尔是自己的得力干将 楚天祥点了点头 他想听听巴特尔怎么说 没过三分钟 巴特尔火急火燎地走进咖啡厅 陆良解释道 他就在宾馆大厅等我 楚总 实在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得麻烦你 巴特尔一坐下 赶紧说好话 楚天祥说道 巴特尔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不好意思 而且 你是帮着自己的老乡 怎么看你都是个有担待的朋友 问题 是你那个朋友仗不仗义 巴特尔听明白楚天祥的话 知道有点希望了 灰腾希勒草原非常美 尤其是夏季 远处是壮观的风力发电车裙 近处是随意漫步的牛羊马裙 草原上星星点点的蒙古包上 飘荡着吹烟 好一幅风光秀美的大自然风光 在蒙古雨中 灰腾希勒意为寒冷的山凉 是世界三大高山草原之一 也是世界上稀有的高山草垫鲜花草原 因为地形原因 这里成为封建时期重要的避暑圣地 有迹可循的由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归 成吉思汗的三儿子 袁太宗倭阔台 分别留下了拓跋归御院 倭阔台兵器库 典将台等众多怀骨遗迹 一行车队已经进入到草原深处 这是忽视招商局的领导领着带东几个人过来游玩 第一次去草原的人都会被草原的景色所感染 一望无际的草原 遍地的鲜花 天空碧蓝 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 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绝对不是其他自然景观能够媲美的 刚刚参观完风力发电的工厂 一群人准备到度假村休息吃中饭 下午还要去黄花沟参观 这就是纯粹旅游观光了 灰藤西勒草原上 黄花沟的景色最为亮丽 这里是第四季冰川的典型地质遗存 地质构造复杂多元 有大青山地质博物馆之称 带东坐在越野车上 对身边的招商局局长说道 江局长 我还真没来过这里 实在太美了 看着这种自然景观 心里有啥仇事都能放下了 江局长笑着说道 戴总 您是大老板 能有什么仇事 哎 可别这么说 别管什么地位 该犯愁的一样犯愁 带东说道 项目的事等 回到忽视 我再跟张市长 加上你们招商局碰一碰 这个项目不错 但我们一点都不懂 我也得回京城 找些专家验证一下 戴总 张市长可把接待好您的任务交给我了 只要您玩得满意 我就算完成任务 至于项目 那是你们大领导定的 一行车队到了一个度假村 一个老板模样的人 站在门口迎接 将局长一下车 就对老板说道 先把客人安排到房间休息 半个小时后开饭 老板忙不迭地指挥服务员 安排客人去房间 将局长陪着带东往里走 陈正生站在后面 对楚天祥说道 看来 我们这位大老板上心了 边上的谭辉说道 项目是不错 操作也简单 现在就看是多大规模了 楚天祥望着走过来的陆良 和巴特尔说道 这件事你们定 我得找皮马奇迹 说着他直接就朝着两个人走去 马上吃饭了 谭辉在后面喊道 楚天祥摆摆手没说话 走到陆良面前问道 陆哥 这个度假村有没有骑马的项目 巴特尔说道 楚总 有倒是有 但等下午再说吧 马上吃饭了 一会儿还要去黄花沟 楚天祥摇摇头说 先骑一会儿 吃饭还有半个小时呢 瑞宁的马很少 一般都是作为富裕人家的交通工具 有些山上的田地 需要用马拉一些农用物质上去 楚天祥还是小时候骑过马 现在到了草原 他已经按捺不住 自己想纵马驰骋的心情了 这可是每个小男孩从小的梦想 拗不过楚天祥 巴特尔只好领着楚天祥来到跑马场 他对着一个蒙古包大声喊道 齐齐格 来客人了 话音未落 从蒙古包里钻出一个年轻的女子 他笑着说道 巴特尔大哥 您怎么来了 巴特尔已经五十左右岁了 被年轻的族人叫大哥 他也没不好意思 牵两匹马来 客人要骑 陆良一摆手说道 我不骑 天祥自己玩两圈就行了 跑马场 就是用木栅栏拦起的一个大圆环 这是防止马在草原上漫无目的瞎跑 客人还控不住 楚天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翻身跨上马背 手里的鞭子刚一挥动 马就朝着前方窜去 马跑起来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碎步往前跑 这是要加速前的预热 这种状态人骑在马背上上下颠得非常不舒服 似乎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一样 行话叫颠 马真正飞奔起来 就是前后的晃动 人随着马一起一扶 非常好看 这叫搂 楚天祥连着跑了两圈 似乎有点不过瘾 他四下张望 猛然见到蒙古包边上有几匹大马 马背上都挂着马鞍子 他问道 巴特尔 那几匹马能骑吗 在这里绕圈子实在没意思 巴特尔见楚天祥会骑马 也不忍心服了楚天祥的兴致 就说道 能骑是能骑 就是别跑得太快了 陆良低声说道 巴特尔 你陪他跑一圈 楚天祥翻身下马 直接来到那几匹大马面前 他一眼就看中一匹枣红马 他说道 骑着这种马 才能在草原上纵横 这要是给我一把砍刀 我直接杀到欧洲去 巴特尔开怀大笑 楚天祥这是夸他的老祖宗呢 楚天祥翻身上马 巴特尔也骑上一匹马 他是担心楚天祥出什么意外 这种牧民骑的马 跟跑马场的完全不一样 不但块头大 而且速度骑快 稍有不慎 就容易出现事故 普通客人来这里游玩 是绝对不给骑这种马的 齐齐格也翻身上马 随着楚天祥巴特尔 一起朝着草原飞奔而去 楚天祥骑在马上 耳边都是呼呼作响的风声 他双腿夹住安颤 轻轻抬起身子 随着骏马一起一扶 万无目的在草原上驰骋 一会儿山坡 一会儿绕圈 他大声喊叫 似乎要把胸腔里的激情 都要释放出来 整整二十分钟 楚天祥觉得马似乎有点累了 速度下降很厉害 他一拨马头 朝着蒙古包奔来 他想最后再加速跑一下 巴热尔和齐齐格紧紧跟在后面 距离蒙古包还剩下不到五十米的距离 楚天祥刚想收紧缰绳 早红马突然前腿意外 猛地跪在地上 楚天祥猝不及防 巨大的前冲力 把楚天祥直接泡在空中 一个倒栽葱从马背上翻了出去 紧跟在后的巴特尔和格格奇 都是大惊失色 在草原上 最怕的就是马失前蹄 人的脚套在脚灯子里 一旦马失前蹄 人就会随着前冲之力 被马带着往前翻滚 马身子压在人的身体上 出点内伤都是很平常的事 严重的性命不保 如果马在高速奔跑过程中突然跪下 最好的结局 就是像楚天祥这样 双脚瞬间脱离了马凳 但即使这样 从空中高高落下 再加上前冲之力 骨折是很容易发生的 巴特尔和奇奇格猛地勒住缰绳 眼看着楚天祥 犹如断线的风筝一样 从高空头朝下落下 两个人还没从马上下来 楚天祥的脑袋堪堪落地 猛然 楚天祥双手在地上一排 身子猛地朝前一个空翻 双脚刚一站在地面 前冲的力量又带着他向后仰去 他就是连续几个后仰翻 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短短的几秒钟 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故 瞬间消失 巴特尔快步朝着楚天祥跑去 焦急地问道 楚总 你没事吧 伤着哪儿了 楚天祥坐在草地上 常常出了一口气 惊魂未定地说道 我没事 看看马怎么样了 齐齐格也跑过来安慰楚天祥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竟然有人在马施前提的情况下 安然无恙 这个小伙子太厉害了 陆良一脸煞白地跑过来 他紧张地嘴唇直动 就是说不出来话 捏如了半天 这才问道 天祥 吓死我了 楚天祥知道 把这些人吓坏了 他故作笑脸地说道 别担心 我没事 事发太突然了 而且速度太快 我还没碰上过这种情况 巴特尔懊恼地说 现在草原上很少有鼠洞了 尤其在度假村附近 天祥 你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齐齐格满眼的小星星 帅哥 你太牛了 有相好的没有 楚天祥大炯 去一边待着 花痴呀 巴特尔说道 赶紧过去看看 马怎么样了 格格齐恋恋不舍地走了 巴特尔把楚天祥扶了起来 楚天祥伸展了下四肢 没发现哪有问题 就是看着很狼狈 身上都是鸭断的青草 陆良帮着楚天祥 拍打身上的杂草 连声说道 天祥 可不敢再骑马了 太危险了 巴热尔也说道 天祥 在草原上 即使最优秀的骑手 碰上这种情况 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听天由命了 你身上的功夫绝对厉害 我服了 别夸我 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 楚天祥摇摇头说 我们先去吃饭 这会儿真感到饿了 这时 齐齐格走了过来 说道 马残了 前腿骨折 就是只好也跑不快了 楚天祥安慰道 齐齐格 马是我奇惨的 需要多少钱 我赔你 齐齐格看着楚天祥 一脸的兴奋之情 他说道 不用赔钱 我们家还有一千多匹马 让我哥哥再选一匹坐骑就行了 多少 楚天祥惊叫道 一千多匹 太壮观了 我一定要看看 陆良赶紧打岔 去吃饭 去吃饭 这件事 以后再说 三个人往回走 楚天祥问道 巴特尔 齐齐格家的马在哪里 巴特尔说 远了 离这里 将近一百里 那边有个草场 都在那养着 一千多匹马都跑起来 该有多壮观啊 楚天祥 还在一银当中 陆良打岔道 现在羊马好赚钱吗 嘿嘿 巴特尔神秘一笑 说道 都卖给内地了 怎么不赚钱 陆良狐疑地问楚天祥 你吃过马肉吗 我没听说 有卖马肉的呀 楚天祥点点头说 我小时候吃过马肉 很粗很柴 没啥味 有点像牛肉 但没牛肉香 巴特尔说道 我们这里的马都 卖给内地做罐头了 懂吗 陆良恍然大悟 他指着巴特尔说道 你是说 内地那些牛肉罐头都是 领导聪明 巴特尔大步朝前走去 陆良和楚天祥面面相去 这能是真的吗 牛肉罐头用的都是马肉 太操蛋了点吧 三个人来到餐厅 楚天祥直接去洗手间洗漱 他洗完脸 活动了一下手腕 左手腕稍微有点疼痛 但没有大碍应该是刚才伏地的时候 身体的力量太重 压着手腕了 他检查了一下身上 还挺干净 这要是在内地的黄土上 一定是灰头土脸的 他刚一回到餐厅 就看巴特尔口若悬河 手舞足蹈地讲述自己的英雄伪迹 客人们都目不转睛盯着巴特尔看 生怕漏掉那个细节 楚天祥心道 坏了 癌讯是怕是跑不掉了 刚才有点大意 忘了告诉巴特尔 别说这件事了 果然 他刚一坐在桌子边 戴东不善的眼神就飘了过来 楚天祥故意不看对方 跟着边上的陈正生闲聊 因为下午还有活动 所有人就都没喝酒 戴东跟坐在身边的张局长谈笑风生 其他人不时还能插两句话 只有楚天祥一个人闷头吃饭 等到吃完饭 楚天祥把巴特尔悄悄地拉到外边 问道 去马场怎么走 他还是没放下心思 想去马场看看 巴特尔刚要说话 就听有人问道 你想去哪儿? 楚天祥一回头 就见唐辉坐着轮椅过来了 他善善地说道 下午去什么黄花沟 我不想去 我想看看马场 唐辉说道 不行 必须统一行动 这里还有政府的官员 你要给我们公司丢脸吗? 这句话就有点重了 楚天祥陪着笑脸说道 我不去马场行了吧 瞧你和代叔那两张老脸 我怕了行步 唐辉一笑 说道 怕就好 不准私自行动 这是纪律 休息了一会儿 一行车队又往草原深处驶去 在辽阔的滕西勒草原上 黄花沟是景色最为靓丽的 这里是第四季冰川的典型地质遗存 地质构造复杂多元 有大青山地质博物馆之称 一天四季 一步四景说的就是黄花沟 鲜花草原 神峻峡谷 其风峻石 山泉白化 景色别致 有赛上江南的美誉 黄花沟的海拔竟然有两千多米 车开到半路 唐辉有点喘不过气来 吸了点随车带的氧气 这才前行 如果说上午参观的是草原 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地 那黄花沟就像原始森林了 黄花沟五千余亩的独特林区 森林茂密 古百参天 林木间富有弹性的绿色草坪上 鲜花似锦 绚烂夺目 遍地的黄花与淡蓝的胡麻 洁白的百合 嫩粉色的五彩石竹 黄灿灿的金莲花 红艳艳的野生山丹丹花等上百种各色鲜花 蒸其豆艳 玉满芳香 其风巨石 山鸾秀奇 森林茂密 古百参天 勇欲苍翠的怪柳林与白化林造就了独特 静谜 幽深的黄花沟草原奇观 神聪岭 双驼峰 卧龙峰 佛守山 挂铺崖 仙人洞等天然景观 让游客在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之余 也能悠然聆听到他们倾诉 难得一见的草原盛夏景观 留下了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穷庐 笼盖四野的千古绝唱 说着一个个动人的神话故事 望着车外远处时影时线的风车 带东问道 张局 这里也有风力发电 张局长笑道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风电之都 海拔高 风速大 现在已经有上千台风力发电车 将来的目标是达到两百万千瓦时 带东喃喃自语道 以前怎么就没注意 还有这样一个项目 汽车停在黄花沟里面的度假 现在正是旅游旺季 整个度假村人满为患 很多还是开着四家车来的 一家一户 三五成群 还是年轻人居多 一行人下车 暂短休息后 就要进到沟里参观 楚天祥心虚地站在带东身边 说道 这里的景色确实迷人 真是没白来 带东看了楚天祥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别没话找话 以后再敢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直接告诉你妈 嘿嘿 带叔 你看我都成年了 这找家长的事还是算了吧 楚天祥嬉皮笑脸地说道 你还知道啊 你就不会给我们几个省点心 到哪都出事 都快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陈正生添油加醋说道 对 对 不听劝就找家长 我举双手赞成 楚天祥哭笑不得 几位叔叔也是好意 但他年轻 骨子里那种冒险因子 现在爆棚 起码那种风驰电车的感觉太爽了 三个人正在闲聊 楚天祥猛然看见 从度假中心的餐厅里走出一个人 他不由地扑呲一下乐出了声 真是冤家路窄 吴炳信怎么也来了 那天晚上 楚天祥灵机一动想了个主意 他告诉巴特尔 要想让吴炳信的产品重新上架 要让大人物改变主意 就要拿出点真金白银来 进货价在低10% 楚天祥就是随口一说 他也不知道 吴炳信跟李春风之间的价格是多少 他哪知道 等到吴炳信听到他的要求 差点没蹦起来 这是要了亲命 把产品放给康迪祥 一共就不到20%的纯利 这大人物一开口 就又要拿走10% 自己纯粹是赔钱赚要货了 巴特尔也不知道这里面的细节 等他听吴炳信说完 他灵机一动 说道 楚总他们后天去草原 你也过去 假装偶遇 我找个机会两边坐一下 也许能谈得通 我看楚总也就是随嘴说的 这些情况 楚天祥哪知道 只是以为偶遇 他看着巴特尔 走过去 跟吴炳信聊了几句 就在这时 广场上一群人吵吵起来了 一个大嗓门似乎愤怒到了极点 张梅 你到底想不想干了 这么大的事 就你那份工作出了问题 反光板没带过来 你让摄影师怎么拍摄 一个女性带着哭腔说道 拿反光板 也不是我的工作 只是放在了我的房间 为什么就赖我 他们几个负责道具的人 你怎么不说 中年男人不依不饶地喊道 放在了你的房间 就应该你负责 现在所有人都因为 您的工作失误 下午没办法拍摄了 这件事 你要负全责 我凭什么负责 忘了拿不会回去取呀 再说了 我就是一个文案 这个失误 还赖不到我的头上 慢慢地 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大 边上其他的游客 都看着这群人 吴炳信正跟巴特尔商量对策 猛听到他请来的广告公司内部 吵吵起来了 他眉头一皱 大声问道 李总 出了什么事 一个中年男人 见吴炳信喊他 连忙跑过来 陪着笑脸说道 吴总 内部出了点事 我马上就解决 吴炳信心情不好 他当着巴特尔的面 也没法发火 就说道 处理完赶紧走 一会太阳下山 就没法拍了 楚天响几个人 站在远处看着热闹 他们大概听明白了 这是来黄花沟拍摄外景的公司 可能是什么设备旺带来了 估计是负责的人有点急了 这才跟员工吵吵起来 几个人也不以为意 等着上厕所的人全都回来了 这才陆陆续续往沟里走去 黄花沟是一道蜿蜒的山谷 为远古冰川一季 沟长十多公里 深约三百米 沟内山是险峻 其风突兀 趋近通幽 鸟语花香 水流潺潺 樱香长空 油黄花沟 主要是观赏这里神功鬼斧的骑石 只见两侧悬崖峭壁 骑石林立 按其形态 这些骑石分别被称为双驼峰 三叠拳 一静天 木鱼台 神聪灵等其美的自然景观 一群人 刚刚走过一个拐角 猛听的前面又有人喊道 张梅 我让你往左一点 你听到没有 上石头上面去 这时 众人才看清 刚才那个设置组正在拍摄 还有不少游客在围观 那个叫张梅的女孩子 在奋力往一块大圆石头上爬 她还背着一个硕大的反光板 就在这时 陆良大声喊道 张梅 小心点 青台很滑 一群人边走边看 队伍已经拉得很长 陆良和楚天祥走在前面 当陆良喊出声来 楚天祥才注意到陆良的关切之色 张梅正在手脚并用 往大石头上爬 猛听有人喊自己 她脚下一滑 顺着石头 右处溜下来 落地的时候没站稳 一屁股坐在了草地上 背后的反光板 也被挤压变了形 张梅 你能不能快点 那个中年人 负责大声呵斥道 张梅坐在地上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她刚想用衣巾擦一下眼睛 就见一只手递过来一包纸巾 她随手拿过来 说了声谢谢 张梅 你不是做文案的吗 怎么还管这些事情 张梅这才想起来 刚才有人喊自己 她抬起头 不由地泪中带笑 陆良 你怎么来了 陆良把张梅扶起来 这时 那个负责人 又在大呼小叫 张梅 你能不能快点 没看见这么多人 都在等你吗 张梅心中一酸 她转身又要往石头上爬 陆良一把拽住她 低声说道 我来吧 你一个女孩子 哪干得了这种活 说着 她从张梅背上 把反光板拿下来 张梅还要争辩 楚天祥站在一边 一把抢过反光板 几步就登上了大石头 然后朝着那个负责人问道 这玩意怎么用 负责人才不管谁上去 拿着反光板 她指挥着楚天祥 把反光板立好 摄影师这才工作 就在这时 巴特尔陪着陈正生 几个人上来了 吴秉信陪着笑脸 跟在后面 陈正生一看情景 眉头一皱 问道 陆良 这是你女朋友 陆良点了点头 他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负责人 这小子纯粹是打击报复 让一个女孩子 爬大石头 良心大大的坏了 巴特尔一见楚天祥 站在石头上 拿着一个白板子 他不悦地问道 老吴 这是你请来拍片子的 吴秉信人惊一个 他几步就走到 那个负责人面前 面色阴冷地说道 李总 你们这么多人 怎么让一个女同志 爬大石头 那些男的都闲着 吴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 拿着反光板 是最轻巧的活 找个人把那个女孩子 替换下来 吴秉信听见那个女孩子 竟然是陆良 陆总的女朋友 别管真假 现在为了自己 她也必须挺张眉了 说实在话 在忽视 陆良的影响力 比吴秉信要大得多 也重要得多 但从普通百姓的认知上 吴秉信的知名度 却远胜于陆良 在整个医药保健品行业 吴秉信就犹如大神一样存在 就是 她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药酒 做成全国性的知名品牌 赚得盆满钵满 这位负责人也是心里暗骂 你是金主 不过你管得也太宽了 具体拍摄你也管 人员安排你也管 还要我们干什么 她强词夺理道 吴总 现在人手真的不够 我安排不开 这是你的事 吴秉信冷色道 没人你就上去 如果你不同意 你们就都回去吧 我找你们老板说话 我去 我马上就去 负责人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真要跑了这么一个大单 公司老板能吃了自己 吴秉信笑呵呵地回来了 她说道 张梅 我跟你们李总说好了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陪好陆总 好好逛一逛这黄花沟 估计你还没来过吧 张梅机械式地点了点头 反差太大 张梅有点没回过近来 她巧声问陆梁 你认识吴总 陆梁微微一笑 张梅 吴总是我们的朋友 你听她的话没错 张梅知道自己这群人 都指着这位吴总吃饭 她狐疑地问道 陆梁 你跟吴总是好朋友 言外之意 就是你一个挖梅的 怎么能认识这么大的老板 两个人交往这么长时间 张梅只是知道陆梁是一家民营煤炭公司的中层干部 人长得不赖 就是年纪大了点 但自己的条件也不好 好在两个人还能谈得来 本来这次来忽视 根本用不上她这种广告文案 她为了见陆梁 这才跟领导要求过来 谁知项目负责人就是看自己不顺眼 整天想着给自己小鞋穿 陆梁一拉张梅 两个人朝前走去 陆梁低声说道 先别管这么多 良辰美景 我们好好逛逛 张梅认识陆梁 已经很长时间 彼此都有一种情愫萦绕在怀 突然相见 张梅也没多想 满心甜蜜 伴着恋人前行 楚天祥从石头上蹦了下来 她看了一眼吴炳信 说道 吴总 一会儿回到度假村 找个地方聊一聊 吴炳信大喜 她激动地说 楚总 我现在就回去准备 你们好好玩玩 不着急 说不着急 她转身就往回走去 后面紧紧跟着几个助理 这次 她没敢把黑衣墨镜的保镖带来 后面的戴东走了过来 她问道 出了什么事 陈正生望着陆梁和张梅的背景 坏笑道 这么狗血的事都发生了 嘿嘿 楚天祥就把刚才陆梁 见到女朋友的事说了一遍 戴东说道 陆梁三十多岁 也该结婚了 正说着话 走在前面的张梅 突然跟陆梁大吵起来 戴东苦笑道 陆梁有的解释了 她的身份瞒了人家那么长时间 这种反差女孩子 根本受不了 真让戴东猜着了 张梅瞪大眼睛 一把甩开陆梁拉着自己的手 跟不认一样 她狐疑地问道 你说 你是煤炭公司的总经理 这怎么可能 陆梁 你骗我一个普通小姑娘干什么 你们有钱人 都是这么无聊吗 张梅满眼都是警惕之色 张梅 我们慢慢往前走 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 要说我们的交往 我故意隐瞒身份 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绝对不是想骗你 这点请你放心 陆梁 我可警告你 我张梅虽然没啥本事 还是个穷光蛋 但你要想欺负我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张梅咬牙切齿地说道 看看 你都觉得自己很刚强 这么大庭广众之下 我又能干什么 你慢慢听我说 陆梁成姬又拉住张梅的手 阳光明媚 鲜花锦簇 正是谈恋爱的好季节 好地方 三个小时以后 一群人才疲惫地回到度假村 大家都回房休息 晚上还有不少活动 重头戏就是篝火晚会 这是所有来草原游玩的客人 最向往的 楚天翔没有回房间 他得先把吴炳信的事情解决掉 刚才在黄花沟 吴炳信的表现 让楚天翔觉得 这个人本质还不坏 只是有钱了张扬了一点 巴特尔和吴炳信 坐在茶厅里 焦急地等着楚天翔 康迪祥那边 已经通知商品下架了 不但是恒生药酒 还有宇池公司的其他保健品 真要是控制不住 那吴炳信的损失就大了 楚天翔坐在两个人的对面 巴特尔说道 天翔 这次的事情 都是由老吴惹起来的 他也知道后悔了 您大人大量 楚天翔打断巴特尔的话说道 巴特尔 我跟吴总没交情 他也实在太牛了 竟然要把我扔草原上去 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件事 我可以不追究 另外 李春风给我面子 我也不能出尔反尔 吴总要是不出点血 我也没法开口啊 应该的 应该的 吴炳信忙不迭地点头答应 也不知道他要答应什么事 巴特尔说道 谢谢天翔 我们蒙古汉子 讲究恩怨分明 事情他做错了 就应该受到惩罚 但他也跟我说了 10%实在太多了 每年近3000万的利润啊 这么多 楚天翔没想到 对方还真是个富翁 一瓶小小的药酒 利润这么大 他沉吟了一下 刚要说话 巴特尔暗示吴炳信 把东西拿出来 吴炳信会议 他拿出一个小箱子 放在桌子上 小心翼翼地说